像你们和田地区呢 农村土地都很少 那现在这个地还是种粮食了呢 还是都种果树了 现在那个种果树 就是种石榴 那是石榴啊 种石榴 还有就是你说那个水冲是厕所 搞集体的那个下水刀呢 还是每一家一个花粉池这个形式 它现在就是有三户到五户 结果有一个花粉池 原来那个地方不同路吗 那个地方它是在那个大峡谷的悬崖上 因为地区环境市面都是悬崖 原来是走着留锁的 以前是天梯 后来是落马道 现在是锁道 我总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还需要些什么 一些我们已经在做了 做成了 一些呢还在做的过程中 一些是下一步 准备要做 一步一个脚印 一磅接着一磅万千走 一定啊 要把我们的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的农民 扶一把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不仅在地区啊 未经许多意思的 是要不信许多意思的